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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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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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两故事半家酿 一壶真枝佐五两 欢迎收看有经典五两夜 独家冠名播出的卓剑 看节目的同时 邀你为经典干杯 十一层是流畅在那儿感觉 对 流畅在那儿 今天站吗 在不在 我们在 可能不在 我女儿认识她 还参加过两次聚会 所以我说大姐姐 就是你学习的榜样 现在这些二代 怎么样成长 所有企业家 都比较关注的问题 都在培养 但是培养的各种方式不一样 我觉得你是培养最成功的 你看刘畅拥护 还有一个企业家 全国大奖 你看全球食品安全倡议 刘畅是中美代表 刘畅的你看 这个是儿童安全基金 你看我交给他的时候 二百七十一世纪 去年底的时候 是一千多一世纪 他管得非常好 彻底执掌全局 男人羡慕 真的是 你是不是觉得很庆幸 自己的女儿 能把班接得这么好 很庆幸吗 我还是比较庆幸的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了 跟我一块创业 一块下海的 我好多的一些朋友 他们有的 要么企业没了 要么身体病 种种原因 现在还在第一线的 而且企业和持续成长的 不多了 关键是二代接班以后的 持续成长 对 因为我们是私运企业 这个传承显得尤为的重要 那你觉得这个方面 父母对于孩子的兴趣爱好 如果他真要想去做的话 你说给他摁住了 合适吗 也不合适 这个事的话 刘昌给我讨论过 尊重儿女的选择 这非常的重要 我觉得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你看我女儿 她也喜欢唱歌 跳舞 有一次她跟我讲 她说她要去参加 这个叫做唱歌的比赛 我一听吓我一跳 我想你千万不能去 第一 我们是企业家的后代 谁都知道我们有钱 特别早的去路头的话 急不安全 第二个的话 我还是希望她能够 能够接公司在班的 希望她公司能够后继有人 当时要束缚她这件事情 不容易的 十五六岁的小姑娘 怎么能听这么理性的话 她根本不干 那你怎么样束缚她 后边过了一段时间 静下来了 那我说你唱歌肯定不行的 你认为好啊 我听到就不咋好 就打呀打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我说除了唱歌 你还喜欢做些什么 她说那这样吧 她说她看见成都 春夕路啊 还没有一个卖这个时尚首饰啊 穿戴的这些东西的一个店 她觉得做这个店的生意 一定能好 一定能赚钱 她说我来牵头 然后大家偷点钱 我们开个小店 她说这些东西利润非常高 那个时候只有十六岁左右 十五岁多一点 我说你要这个多少钱呢 她说我们算过了 装修可能要大概是一两万块钱 进货它肯定要四五万块钱 同时我们还要请两个小公嘛 这样的 她说能否能够借十万块钱 我说行 我说这件事我觉得是好 你喜欢我就支持你 我借二十万给你 她很高兴 后来这个二十万还给你了吗 后边的话呢 这个她发现的生意做得挺好 她有扩大一些 再借点钱 后边又增加了钱 前前后后总共借她一百万 凡是对她未来就是经商能产生经验积累的 或者说是那个能力积累的 你都让她干 我觉得这慢慢慢慢养成她商业的能力 这很重要 这商业能力体验在什么呢 第一 她要策划 该不该做 第二 你要去采货 要云霄是啥 第三 她要算账 账要算的 明白 第四 她要做伙伴 这就是管人的能力 她在大概十八九岁的时候 在北京 她的好朋友 开了一个叫做广告咨询公司 那个时候她的那个小伙伴十八岁 人数会到头脑很清晰 我就说 既然这样的话呢 你们打个伴 一块共同做点事吧 他们两个 一个做总裁 一个做副总裁 结果那个总裁到今天 也做得相当不错 叫做拓不花 当初那个十八岁的小官 就拓不花 就是他们搭档的 根据你这个案例 我觉得就是 如果一个孩子 未来想要成熟的 来做商业上的运作的话 其实要尽早 让孩子进入商业社会 去训练自己 对 我觉得传承要找 你让他产生感觉 让他喜欢 让他愿意做 培养了两位中国著名 女性企业家 等于是 拓不花现在做 如济思维 做得到也做得相当棒 对 结果流畅这边 把整个千亿市值的公司 都全面给接管过来了 你当初十五六岁 能把它给舒服了 并且沿着你想要的轨道 往前走 说明你对女儿的影响力 还是买大的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 可以看得出 他身上有我的影子 你能有几条经验吗 我们这些周围的哥们朋友 听到以后觉得 这个二代传承 这个靠谱 用这个方法去培养 比如说我就很需要这个 尽管我没打算让二代接班 好几个朋友都问我 因为我们这些人 都四十来年了 其实二十岁创业都六十岁了 所以说一批叫做 五十多岁 六十多岁 七十多岁 这些企业家 他们考虑的好多 是传承问题 人家说叫做 穷养男孩 富养女孩 说你是怎么做的呢 我觉得我们女儿跟儿子 我们都比较穷养 没有特别的富养 你怎么样 在你这个家庭条件 已经就是一时无忧的情况下 你怎么穷养你的儿女的 你看我不管是我女儿流畅 还是我儿子 他们很小的时候 都尽可能让他做一些事 要从小就培养他们一些理念 像我教我女儿游泳 我们到海南的三亚区 岩石里面也有很多小水坑 海水突然来了 那么水涨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必须往前游 不游 那么你就被淹死 但是我还是注意安全的 我在后面 从小的这种各种环境下的锻炼 就是这样 他学会游泳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孩子们小时候 其实应该吃点苦才行 是吗 从某种角度上讲 年轻的时候 吃点苦是好的 这些弟弟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现在做经商没有 他自己在做商业上的 这个生意上的这种锻炼没有 他一直给我商量 他喜欢买鞋 有一个店铺 是一个小伙子在卖 很赚钱 那个老板就说 他最近要扩大生意 希望大家投点资 他说 我该不该去投一点呢 确实赚钱 人家有人投了都赚回了 他说是不是我投点呢 我说你觉得好 你就去投吧 结果他把他所有钱凑在一起 两万多就投进去了 投进去了第二个月告诉我 他每月都分红 他也特别高兴 我说你的注意 往往第一月分 第二月分 最后几个月可能就倒闭了 人都不见了 他说不会不会 绝对不会 结果到第三个月没赚钱 分不了了 第四个月 说不行了 希望再增加点钱 我说你增不增呢 他说我有点想增 我说你小心一点 我说这个风险更大 结果又过两个月 这个钱始终没分过来 最后这个小伙子生意垮掉了 人也不见了 他说亏了 也是一个跑路的骗局 他气得不得了 他说我暗中高兴 我说你看看 这个深刻的教育 这就是生意 结果他就 他有这个体会 我觉得非常好 这种实战性的经验教训 比口头的这种说教 强一百倍 对 要靠言传神教 你看以前那么苦 目都过来了 这算什么 我们来也是我的老大哥 我对他很佩服 我们在这等他上来 老大好 生气一切他有问题吗 应该没问题吧 听了 我觉得你的身体 肯定不会有问题 你先走 我们是 绝对上车了吧 好 绝对上车了 你们兄弟几个身体 多挺好现在 都挺好 我是看见那 其实老是在路上 对 刘灿和这个整个体系 管理年轻的团队 起来以后 他们管得更多了 我管得相对少一些 所以说我就有精力 也有时间到处走一走 能跟上年轻人的节奏吗 其实我现在到处走的话 除了看自己的企业 更多的是看别人的企业 可能有三分之二的时间 是在给一些年轻人学习 但是面对比如说 现在年轻人比较主导的 这种高科技 因为我们这一代人 不是学这个出身的吗 是 那么你这方面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其实我还算好 我觉得道理很重要 你把道理弄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的 我们家四个兄弟一个妹妹 这四个兄弟喜欢动脑筋 那个时候家里面特别穷 基本上没穿过新的衣服 二十岁以前没穿过鞋 我根本就没鞋 但另一方面由于艰苦 要补贴家里面 我每天早上都去捡树叶和树枝 最最高兴的期盼的是什么呢 下大雨 河里面涨水了 人家都在撤退 但我就跑到那个地方去等 看到前面冲了一个树子 然后我就游过去 把它拖上来 大家都惊了一把 这么小一个小孩 那么大的水 那你不怕危险吗 那个时候可能没想那么多 家里面穷嘛 要不做饭 我把他树上挪到说 麻婆豆腐 我问你能做成中国第一好吃 哇 太像大厨了你 做麻婆豆腐啊 有几个要点 豆腐要好 调料要提 油 豆瓣酱 聊一聊 肉渣放进来 豆腐放进来 辣椒 麻椒 白糖 盐 葱 你过了 好了 好棒 麻麻豆腐啊 大功告成 好 行 好棒 好棒 来 我们上庄了 上庄上庄 上庄上庄 好 来谈谈我这个麻婆豆腐啊 一看就是行家里所做出来的 嗯 非常好吃 你是15岁上山下乡是吗 对 15岁 当了五年零九个月 当了五年 上山下乡的五年对你的人生产生了什么影响 我喜欢想问题 就说我们生产队吧 每干一天一毛左右 嗯 结果我就发现呢 城里边呢 这些小孩都喜欢吃爆米花 我看到很多人排队 我算了一下 他一个小时挣的钱 相当于我们几个人要挣一天 嗯 我就回来跟生产队长讲 我说队长啊 我们是不是去买一个爆米花剂啊 炒爆米花挣钱啊 生产队长被我说动了 就花了将近一百块钱去买一个爆米花剂 然后我给他就出去炒爆米花剂了 嗯 生意好都不得了 嗯 我们炒了大概是三个多四个月 挣了差不多一千块钱 哇 我们整个生产队一年赚不了一千块钱 所以说由于我的一个主意 每个人都多分了十块钱 就是背后推到的一个逻辑 就是其实小时候自己想办法 活得更好这件事情 对于人长大以后的这个能力 其实特别重要 是 对不对 就是有一个问题 你觉得这个商业才能 是天生的呢 还是后天学来的 其实是后天的 假如说我们没有那么穷的话呢 我们不用想那么多东西 大家下乡就下乡嘛 大家进城就进城嘛 但那个时候我总想多挣点钱 结果没想到这件事太好了 生产队大家都对我好 你有没有发现你遇到的人 都对你都特别好 就是 收工的时候呢 大家都要到河边上去洗澡 沟边旁边有个井 我就跳进去洗了 那不被城民骂死了 结果生产队上找我了 我们全吃你的洗澡水了 对啊 哎呦我说对不住 对不住 我们没想那么多 结果没想到 村里面农民几乎没有骂我的 而我们另外一个之前 经常骂他 对 他其实比我干活干得很努力 就是因为我帮我们生产队的农民 创造价值了 大家都有钱赚 那当然有一点小事无所谓 对对对 所以创造价值这件事情 后来一直在你心中 是你做商业的一个重要的核心逻辑 为大家办事 叫得到多助 包括你看你 你找你老婆不也是因为修收银机办导题吗 我太太呢 她是医科大学嘛 毕业以后呢 作为学校的校医派过来的 感冒去拿过医药 这个女孩不错 然后呢就有好感 结果呢 她有一个收银机老出问题 她老照我修 我总能够修好 就是通过修修收银机啊 就这样这样的慢慢就走到一起了 你还现在这个电子设备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 消灭了多少爱情火花的这样的机会 好 回过来讲 在德阳毕业以后 想留你在学校当老师 你不留 那个时候我想当工人 就不想当老师 后来跑到成都就该还是当老师了 我当老师的时候啊 跟很多人当老师不一样 其一我根本就不想当老师 第二 这个学校跟其他地方不一样 这个是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校 那个时候呢就要求这个国有企业大厂的厂长经理 必须培训要学习 而我们的学校就培训他们的 这些培训的都是厂长 普遍年龄比我大20岁 他们都是很牛的 跟他们学了不少东西 到后来希望集团成立的时候 你出来的我记得时候 其实我们创业很早啊 1979年 80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 这个有新的格局 我记得我们创业的时候啊 自己没钱 就凑了一点 卖了手表自行车 凑了一千块钱 我们就找银行 银行啊 说从来没有说过 银行给私人贷款的 没办法 我们为了发展 就给亲友借了一些钱 那说好了 到年末的时候还钱 后边到年末的时候 被一个农民朋友啊 他开了一个假的支票 来买我们的鸡 最后呢 当然我们没收到钱 我们没收到钱不要紧 那么我们的生意没办法做了 钱还不了了 我们就找这个农民 结果发现 他的房子被烧了 他说你看看 对不住 我遭天雷打了 你的钱我一定还给你 但是我现在没钱了 我是骗了你们 他这句话我们咋办 根本没办法了 压力好大呀 我们商量过去商量过来啊 有的说干脆我们跑了 有的说实在不行 从明江上一跳 跳下去一了百了 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工厂 就这个是吧 当时照的话 应该是比这个小很多吧 一步步翻到这样大的 这就是我当年下乡就在这附近 问你一个问题啊 现在这个饲料厂 还是你们四个兄弟一起拥有吗 是的 这个是我们第一家工厂 对 也是我们四个兄弟共同拥有的 到现在还一起拥有 到现在我们四个兄弟 每人25%的股份 另外有一点股份是我妹妹的 是我们共有的 就是共同分了妹妹一点股份 对对对 那你们是不是兄弟之间 有一个不成文的合约 就是要确保这个工厂 绝对能够继续下去 是 有这个内心的这种情感在里面 这个是我们轮流馆的 现在交给我三个来管了 真的啊 再过两年又交给我来管 一人管几年 对 这个挺有意思的 太美好了 你走到这个地方 还是有很多当年创业的感觉 是 我的办公室就在这 这是你的办公室 这是我的办公室 现在没人在里面了 对 这个树是你当初种的吗 当年种的 当年的很小的树 就是这么小的树 长这么大了 这个地方热了 当年的话 我们的市场卖的火都不得了 排队要排好长 有一段时间 我们的市场工不应求 到什么程度 这个地方呢 原来是瓦房 房子被挤破了 仓库被打了 因为人太多了 没办法 我们在田里面呢 修了一个碉堡 然后呢 从上面梯子翻上去 这里面开个小餐口卖票 要等十多天 才能够拿到货 那么巧 那供不应求 当时是猪食料了 已经是吧 猪食料 供不应求 你们兄弟之间 这种诚实相待 是起因于你们父母 对你们的家教吗 是的 是的 这句话 以慈母掰的关爱 赛代职工 是不是源自于 你对母亲的那种感觉 是 因为我看那个故事前 你母亲就是 你们给她的零花钱 她偷偷地摘起来以后 就背后自助你之后的工人 对 员工 对 那个就是慈母 是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客源所了 就这个是吧 就这 现在这里面还能住人吗 可以啊 我们时不时都还会来住 还能走过去吗 可以啊 你小心点啊 还挺难走的 你腿脚还挺灵便的 年轻一点吧 原样还保留的 一点都没动 我母亲就在这 哈哈哈哈 她就住在这 她用的电视机 她的床 嗯 老太太很简朴啊 哎 过去老一代的人都是这样很简朴 这个她还帮你们买安全带了 我记得 是啊 哈哈 在成都 在成都马路上 对 在当时她帮我看电 那么我就负责销售 嗯 嗯 真好 难得有这样的家庭 这么和睦的家庭 真的很难得 我坐在那二楼的 嗯 二哥坐在三楼 现在我们时不时都还会来坐一坐 当时是不是打算 兄弟就一辈子就住在一起了 当时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想法 来我们在这边边迟远远了啊 整个都没变 大概是八七年的时候就见了 绝对是豪宅了 算是中国先富起来的 哈哈哈哈 我们经常全家都住在这 在研究配方 在这讨论的未来 来探索人生 对啊 然后呢 我们的子女 好多都在这长大的 问你一个问题啊 啊 当初你们是兄弟 不是在这个地方 一起先做了个音箱吗 对 音箱而且做了以后呢 给人展示 大家觉得声音还特别好听 后来呢 你们就跑到这个生财队来 跟他们说 就是联合起来 办一个电子厂 叫新意电子厂 后边有人说 这个事必须得经过 上面批准 于是乎呢 我们就把这个音箱 拉到公社书记那 那个公社书记一开始很高兴 但后边一默默一想 那个私人办工厂吗 不是 那么走资本主义 这一道路坚决不行 嗯 那是几几年 七九年 八零年初 跟国家改革开放同意 嗯 那你们当初公社书记不难干以后 叫玉兴养殖厂 是吧 为什么就做了呢 又过了一年多 嗯 我们一直在观察 要做的什么事 结果发现呢 成都啊 街头开始有人卖鞍鞍鞍蛋了 卖两毛钱一个 养鞍鞍鞍挺好的 嗯 但是又不让做咋办呢 我们找到县委书记 嗯 说书记啊 现在呢 国家提倡专业户了 嗯 那么我们是不是当农村记 当专业户啊 他说 你们要愿意的话呢 我同意 嗯 但是呢 给你们一个条件 就说你们去了 不单单自己要赚钱 要发展 还要一年带动十个专业户 嗯 我们说当然同意啊 于是乎我们就成立一个公司 那个时候还不叫公司 叫玉兴粮中厂 对对 太早了 太早 82年 是当时县委书记 给你们要求 带农业专业户嘛 对 其实后来你们是主动的 把这个技术啊 分享给周边的这个农民 一个是把你们研究出来的 这个鞍城的飼料 卖给农民 对 嗯 第二个是把你们 腐化出来的小鞍城 卖给农民 对 实际上我觉得你们抓住的是 事务的本质做生意的 就是我如何把生意做大 而不是说自己守着 那个一亩三分之流地 这个当时没想到那么多 只是想到完成 县委书记交代任务 我们带了农户 带了石户 石户又 一家又带石户 这样很快的话 心机上万人也安全 江苏也是家家户 都也安全 后来你们 有一天突然兄弟就决定了 要把鞍城全部杀掉 不再做鞍城了 那个时候是出于一种什么考虑 心机全程大大小小 都有鞍城 你晚上半夜 三四点钟 家家户户都 咕咕咕 都在叫 对 肯定 但是我们几个兄弟商量不对 你这样讲的话 哪有那么大的市场需求量 这是一种直觉 我们感觉着要出事 结果我们就印了一个叫做告权限人民书 我们到处去贴 我没想到这一贴极大的轰动 头天一贴 第二天价格就降 第三天 孵化座安全没人要 根本没人买 把孵化座安全往南河里边扔 河里边到处都死 简直是那个荷兰玉京香的故事 很多人这个事赔了 但是有很多人是赚了 还算好 控制住了 我们把我们的总安全淘汰了一部分 我们坚决转成做饲料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觉得新的机会来了 我们研究饲料 饲料的蛋白质 分析氨基酸 维生素 这些我们都很懂了 另外我们惊喜地发现 深圳有一个正大康地 是正大的办的 中国第一家核车企业 我发现那 那个工厂门口排那么长的队 有好多还是我们四川区的大卡车 你拿到四川去 一两千公里 那个豆腐排成肉价钱了 你说还赚钱吗 他说赚 我第一感觉直觉 应该做猪食料 四川那个时候养了几千万头猪 全国第一 这是大产业 天花板更高 几个兄弟听对 大家又决定 做猪食料 当时的玉鑫这个梁中厂 是不是就是现在的新京的希望食料厂 就在 就在 集团这个名称 你是中国第一个企差不多 当时连国有企业都不叫集团 没有没有 对 你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看了正大集团的活动说是世界 别的国有集团就觉得应该这么做 其实我到美国去很大一个私钓公司 他们觉得中国市场很好 他们想到中国来 他们的老板就请我到他家去了 我去了一看吓我一跳 冬天我记得那个很冷 但是他们加了一个温水游泳池 晚上的时候还游泳呢 家宴招待我 他说我们合作吧 我说好啊 很高兴 结果回来以后 他们就不断的发出条件了 就说他们要派人来推进 第二的话呢 要看我们的三年的报表 要我们提供我们的法律 我们哪来的这个三年的完整的财务报表 我们哪来的法律审计都没有 那个时候 不可能 不现实 对对对 而且我们各个公司的当地注册 它不是集团 你拼也拼不在一起 拼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想啊 就一必须要成立一个集团 第二一定要规范我们的财务报表 第三规范我们的法律体系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开始申请 在国家的集团 因为后来大家注册集团公司相对比较容易 其实从你开始的应该是 最后就有规定了嘛 三家以上的公司怎么怎么 它有规定了 所以说我就成为了中国第一家集团公司 而且是没有地名的 希望集团有限制 所以最后在全国各地注册 其实变得特别方便 对对对 对对 你是在中国企业家中间 几乎是第一批到美国去走走看看的 你觉得这种企业家出去走出去看这件事情有多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 很重要 我第一次到纽约去 哇 下懵了 你看那个40多层50层的楼房比比街上 是 第二 你看那个街上的车啊高速公路啊 那个时候中国车还很少 第三 我到这个大的超市去 琳琅满目 啥都有 哎呦 我说这好先进啊 我觉得可能我这辈子可能遇不到这些事了 再加上农村去看 一望无际的小麦 玉米 那个规模是我们的一百倍一千倍 嗯 震惊 思考 看眼界 对 最后回来行动的过程 对 回来以后呢 我们想呢 毕竟我们再动一动 一步一步往前走啊 嗯 于是乎呢 我们开始规范我们的治理 对 然后呢 我们又开始发叫做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我们是中国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第一家企业 对 后来你你成立新希望以后 把这个几个厂并到新希望里面去上市这件事情 嗯 也是很有先见之明 而且国家呢 当时对民营的上市的这个条件审批很严格 你几个兄弟其实都反对你去上市 但是你最后还是坚持要上市 你觉得这又是一个先见之明呢 93年的时候 我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那个时候呢 工商联就交给我任务 看这些民运企业家有什么样的要求 嗯 和建议 嗯 我去调研的话发现第一 民运企业贷不了款 这是第一大的要求 第二那个时候开始有上市公司了 嗯 但是呢 民运企业没有一个拿到指标 嗯 我就给工商联提出建议 嗯 破天荒地 民运企业得到第一个指标 工商联主席会决定把这个指标给你 我特别高兴啊 哎呦 第二天我觉得不对 第一我是全国第一个民运企业的副主席 嗯 第二 我天天在鼓吹要争取上市指标 第三 争取到一个上市指标 最后就给我 好像我做的所有一切都为了自己 对对对 我觉得 我拿这个指标不妥 第二天工商联主席会讨论了 这个指标给其他的民运企业 但是呢 你是符合上市条件 我们应该把你的情况 向四川省政府建议 嗯 是不是在四川省政府的指标给你一个 嗯 后来赠给你了 我是成为了分配指标之下 第一个上市民运企业 但是我是第一家正式的 在九几年的时候 还是零几年的时候 进入了房地产 现在还在做吗 房地产不是我们的主业 但当时有一段时间 房地产的收益都已经超过了 新希望农业的收益 为什么要给它收回来了 就是说我们农产业啊 周期波动比较大 嗯 在困难的时候需要资金支持 我们地产的一部分投资收益 一定的帮助 嗯 但是呢 从根本上讲 我们是农产业的公司 我们的主力 必须在农业产业上 怎么实现猪肉自由 做一些我们的熟悉的 我们热爱的 啊 我们有社会责任担当的 那你们的一个天然的个性 就是把国家和个人连在一起 是吧 首先呢 我父亲呢 非常注意时事和政治 是 因为他可以订参考消息 所以说我们从小是看参考消息长大的 嗯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他特别注重学习 数学物理科技 嗯 他对时事的敏感 嗯 对我们这种爱国 有国有民 有这样的一个很高的这个定位 啊 我觉得你身上那种啊 就是宏大的那种气场和这种就是做事情的时候的不慌不萌 就是按部阶班的推进这种东西 我觉得好像刘昌身上也学到了不少 对 对 当时你怎么会想到让他去美国读书了 我感觉到我最大的遗憾呢 就是我我英文不好 嗯 啊 现在我们集团要国际化 嗯 国际化呢 经常跟老外打交道 总是有翻译在那 嗯 那么很不自然 哇 那个时候呢 你看敏虹呢 你那个时候不教我 哈哈哈 你来不及了 哈哈哈 现在想学也不行了啊 所以说我想来让他去国际化的视野啊 那我问你一下 现代新希望的决策 他还要跟你讨论 还是说是有的时候他就自己带着这个他手下的这批人就就定了 嗯 现在越来越放了 刚开始的时候呢 重大的事他始终还是要悄悄地问问我 嗯 现在他的董事务参与都极少了 比如说他有一天如果做了一个决策 要在某个新项目中就要投10个亿 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很脱污吗 他组织的他领导的企业过去这两年头四五百个度 那我说小了 都是他投的 就这个对你来说就是已经很放心了就是 没问题 他看得准的 他会这样去投 他看不准的有时候他会跟我讨论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那他现在参与你整个就是除了他管的那一块 因为你还有其他的吗 这些东西他还来参与吗 我们最近也做了一个安排 前期呢让他管合伙人平台 我们不是提出五星的理念吗 就让他去多做一些吗 一喜欢 第二他有这个能力 第三他的资源比我好多了 儿子弟弟有没有表达过以后他向自己去创一番视野 其实啊大概是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啊 我们在澳大利亚考察一个项目 交通原因 这个我的这些助手都晚了一点到 而我跟我儿子先到 而对方已经来了 来了显然他讲英文我听不懂 我讲中文他听不懂 我儿子开始做翻译了 我觉得他那次翻译给我印象很深 现在很多的项目我都会针究他的意见 他总是能够发表意见 而且他发表意见还有他独到的地方 因为他从这种90后00后的这一代年轻的角度来看问题 我觉得挺好的 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看到这些年轻人 其实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我们了 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是感觉到有点失落呢 还是感觉到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过去了 我们这个群体是顺应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格局 就是我们曾经年轻过 对我们也年轻过 他们其实这些年轻人啊 黄兴啊什么张一鸣啊 还有刘昌啊 他们其实有另外一个就是他们聚会的平台 应该叫做三四会吧 我就叫他们自己的圈证我也挺好的 对你有没有担心我们这个企业家论台 最后慢慢就沦落为老年人俱乐部了 一代人有一代的这个叫做爱好和这个需求和群体吧 很多说我们传统企业 现在对互联网企业打得一塌糊涂 那么有一段时间都很失望 所以说我过去这五六年呢 在推组织再造和文化再造方面下了大功夫 我想呢正如刘昌说的好 我们赶上两个好时代 第一个时代是改革开放 给我们带来新的机遇 只要我们敢敢认真干就能够取胜 我和我代表的这些企业家都抓住了 第二个时代叫做叫做经济的转型 向着这个更深更高的方向迈进 数字化的转型和工业互联网这个新的机会 那么以流畅为首的这个体系和很多的年轻人他们赶上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国家这个经济发展的未来所向吧 我觉得挺好的 就仿佛这个大海里面的波涛 我们曾经这个是木制的船也坐得很大了 结果冲到沙滩上磕潜了 而这个时候呢一些年轻人又来了 他们造出的是钢船开得更远更能够抵抗风浪 我在沙滩上的感觉就是被趴在沙滩上了 其实这个船里面有曾经我的女儿我的儿子 或者是我认识的这些年轻人们 我也感到欣慰 让我们一起为经典干杯 干杯 我问你三个尖锐的问题 一个问题呢就是 是95年你跟永秦分开的是吧 对 我看材料说是永秦大哥提出来的 但是我也看到媒体上说 因为你在外面公关啊 各种荣誉啊 都是你去嘛 所以有一点没有照合到二哥的感受 后来你自己也承认自己的 是吧 当时我是不太想分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两个是绝佳的搭配 对外 对外对 市场 原料 销售 社会资源 这些绝对我是有优势的 对那当然 内部的管理 精细化 技术配方 永秦绝对有优势 我们从来没吵过架 一些问题都是非常默契的 是的 而那个时候正需要大力再扩张的时候 永秦提出来了 我觉得很突然 因为我说为什么要这样瞧呢 他就说我们两个都很能爱 这样就浪费了 他说不如我们两个各自发展 我们要竞赛不要竞争 他说是不是更好 这个兄弟跟我想法一样的 他说你们发展那么好 他说一个主内一个主内 非常好 他为什么要分呢 都不同意 但是永秦他态度比较坚决 是不是二哥就是这个个性 一旦想清楚了 他就是坚决往前推的 他说要分 他说我们把它从长江分成两边 南北 我来分 你来选 我说行 我就选南方 就四川 现在还有兄弟俩的南北自分吗 现在也约定了大概在十年之内 我们富不夸江 富不夸谢 我们挖他的人 他不挖我的人 大概这样 那么现在就是十年早就过去了 实际上南北已经没有这个趋劲了 超过十年了 那么市场的选择 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了 现在我们挺好的 经常在一块交流 沟通 他有什么战略的决定也告诉我 我也帮他想一想 四个兄弟后来决定在新晋 希望饲料厂存在的前底下 个人拿着这个饲料厂的利润去干别的事情 那是在积极 对 92年呢 几个兄弟都有不同的想法 老大呢 又想他是搞电子 他是工程师 科学家思维特别重 他还说他要去做一些电子机械这方面的事 这是一个 老三呢 他说我还要学农学的 搞花园啊 种植啊 这些 对 于是否我们内部就第一次就商量 我们各自发展 诚量的不动 嗯 哎呀 我是太羡慕你们兄弟之间的这种勤奋了 太太了不起了 第二个问题 就是民生银行你现在还有股份吗 我现在差不多5%的股份吧 你有一件副董事长被拿下来了是吧 是 但是你能够当时还是比较平静的对待这件事情 你当时这个这种度量是怎么来的 当时我没想通 后边我在考量 就为什么有些股东会投票 特别大股东 平时在一起都挺好的股东 在某一年选举的时候 没有投我的赞成票呢 第一大股东落选董事长呢 那你得到了什么答案呢 后边我就认真想了 嗯 我呢 一直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们自己办的银行 尽可能少做关联交易 嗯 所以说我前20年 民生银行呢 我是第一大股东 但是我在20年 没在民生银行几乎带过一只款 但是呢 有些股东不是这样的 他有资金的需求 嗯 我呢 没有站在他的角度考虑一些问题 所以说啊 嗯 他们投了我的弃权票 我认真想了 我觉得 可能我自己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嗯 我没有说民生银行一句坏话 我也没有抱怨任何一个人 对 相反我还真持了民生银行股份 对 大概过了一年半 民生银行提前换届又请我回来 是 啊 继续做副董事长 我把几个股东请在一起 嗯 把大家手拉拉一块 嗯 我就讲同样的话 嗯 我说啊 我们都是这一代的民营企业家 嗯 我们 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竞争 我们都有个共同的利点 都是民生银行大股东 嗯 民生银行进步了 成长了 我们都受益 那么人生有几个二十年 对 所以说我们应该珍惜 以前的一些 高兴也罢 矛盾也罢 嗯 快乐也罢 恩怨也罢 嗯 是不是 都随着时间的过去都过去了 嗯 从那个时候开始 矛盾少了好多 这时候大企业的人 一般都还是有点胸怀的 所以也比较容易沟通 对对对 我觉得这很好 那现在中国的不少企业家 就在过去的四十年啊 或多或少 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就你对中国的起民营企业家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 从你的经验来说 你能给他们一些什么建议 要谦虚一点 嗯 其实每个人的能力 是有限的 聪明才智 也差不多的 可能你更勤奋一些 可能就更努力一些 可能你遗传基因 稍微好一些 但是好不了哪去 另外 中国这个民族 这个体系 是比较谦虚的 大家都支持帮助 认同 同情 谦虚的人 嗯 而对这种骄傲的人的话呢 大家是不太看重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你不要有那么多竞争对手 敌人 你会有的时候就是说 有一个人的时候觉得 做新希望 有意义没意义的思考 自己人生活到现在70岁 有意义没意义的思考 让你痛苦的事情 让你焦虑和这种迷茫的事情 有吗 在生命中间 我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们小时候呢 吃不饱饭 能够吃饱饭 开心 那吃饭的时候 有一坨猪油 再放点酱油 哎呀 比神仙过的支持还好 我们的叫做 开心点 快乐点 比较低 我觉得这好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百十来岁 当然了 科技发达了 可能今后一百二一百五 但不会超过一千岁 这个肯定的 这个生命是由若干个阶段构成的 大概这是一个一个的十年 假如说你每个十年都过得很开心 那么这辈子你就是很开心的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为什么不开心呢 你开心 你周边的人呢 他就跟着你 跟着你一起开心 同时呢 你开心 你就不会恨人 你不恨人 人家就不可能折腾你 我没有敌人 没有特别恨我的人 没有专门整我的人 这个特别了不起 那假如说 一生你想做的事情都做不完 你会有遗憾吗 一个人绝不可能什么时候做完的 我们创业四十年了 我们要做累 比那些互联网的情绪累得多 要说时间长 我比它长得多 但是呢 你看看 现在 轻云直上 那么 我一点都没有嫉妒他们 也没法嫉妒 到今天 我都非常非常满足了 哎呀 我觉得每个人不一样 我就思想比较复杂 我就想想我生命中 还有多少事情没做 我要旅游全世界 每个值得认识的人都想认识 然后在教育领域 我还想做这个 做那个 然后朋友中间交往 我还想做这个 做那个 就说 就这样一来的话 就像时间不够用了 好像又舍不得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扔掉 比如说 我一看到 我家里的书房里的书 有上万本书 我一看上万本书 我自己读过的 才一千本 还有九千本书 我都还没来得及读过 我来到我的生命就要消失了吗 我这就会焦虑 你知道吗 实际上我是一种 食不瓦的 你知道吗 其实这就是北大的毕业生 或者才子 学文科的 往往这些问题的 可能考虑的更多一些 我觉得完全没有 那么这是一代人有一代的事 我把我这个时代 该做的事都做好了 足了 其实多赚一点 少赚一点 其实意义不大 就比方说 现在有谁说 那我给你十个亿 你去做一个什么什么事 而我认为这个事是不应该做的 我坚决不愿意做 因为对我来说 你十个亿对我来说 不算是 年轻的时候 你能扛得住吗 但是年轻的时候 就很难说 到你这个年龄 原来上 你可以完全比现在更加放松了 你现在这种 还一年要出上百套餐 就是你这个动力和精力 你是怎么来的 我做这些事是我喜欢 就是说你的叫做价值取向什么呢 当你企业小的时候 更多的考虑是自己 到更大规模的时候 我们讲做企业必须有责任 要有担当 所以说我们积极参与光彩扶贫事业 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觉得尽管是劳生 但是不劳心 所以说我很高兴 所以说我很开心 所以说我睡得着脚 所以说我很少病 确实我这几年几乎都没有病过 我这几年几乎没有吃过一片痒 我吃了三千多片 要向你学习 我从此以后 我从来不见还没 向你学习 那你觉得这种开心是天生的 还是后天培养的结果 这是从根上就有的 你觉得在你们兄弟的一生中间 成长中间 父亲影响的还是母亲影响的 两个影响不一样 我父亲教着我们 要看着考虑国家的事多一些 考虑大事多一些 怎么样忧国忧民 你想啊 我父亲家里面很穷 好不勇于考上大学 遇到了抗日救亡运动 被吸收进了共产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而我母亲呢 是家里面原来是一个相对富裕的 她就想去考黄埔军校 结果到重庆去考 就考上了 一般女孩子一般都不会去考黄埔军校 考上黄埔军校的什么呢 叫战地救护的这个班 像史良啊 那个是国共合作嘛 史良啊是他们的教务长 中美林 还好多照片我还看见的啊 黄埔军校呢 也搞叫做抗日救亡运动 而那个时候呢 给我父亲认识了 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线认识了 他们在一起了 后边结婚了 于是乎呢 就有了我们这家人 嗯 嗯 这是你父母的那个 对我父母的树像 你爸是79年就去世了 对 这后面有咱们有记载的 刚好79年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 我记得大概在75年76年 他就跟你们说 对 未来中国会变好 他说 他得癌症了 嗯 在病床上我们去看他 嗯 他还在学英文 嗯 学数学 他说 呃 要我们好好学习 嗯 让我们不要丢掉了知识 嗯 不要丢掉了科技 中国一定会变的 对 但中国一定不会在这种格局下 持续前进的 对 你看我母亲是93年走的 嗯 93年 我们用了一年的时间 嗯 就塑了这个 这个像 嗯 我觉得你妈也挺了不起的 对 最后居然 黄埔军校毕业 老大的一生是不是也挺喜欢看书啊 什么的 是 能有这么一块地 有纪念父母 说明后代的这个 你们这些人努力的成果啊 我们几兄弟每年 都要到这来 嗯 大概三五次 每年都会三五次 聚在这 嗯 来看看父母 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发源地 来这个 大家一会儿共同讨论一下 交流一下 我们未来的发展 把这种亲情 企业发展之情 结合在一起 首先感谢李老师 他来支持我们这个 这个节目 为什么要叫逐渐呢 就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 生活这件事情 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间啊 一直是在最核心的位置 再好的 再大的 商业活动里头 总吃喝 吃喝是必须要有的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的是 就是说 味道这件事情 对中国人民到底意味着什么 味道的味这个字 很神奇 好像永远都充满着 无限的可能性 对对对 能够真真切切感觉到 这个味的 是我们的舌头和鼻子 比如说我们今天喝到的 经典五粮液 初纹之时 浓香扑鼻 出肠之时 唇厚甘美 回味悠长 地球同伟度上 最适合酿造 优质纯正 蒸馏白酒的地区 就孕育出了 经典五粮液 我们几乎都分不清 我们品味的 是一种美酒的味道 还是一种匠心的 情怀传承 特别感谢 五粮液对于 逐渐这个节目的 独家赞助 说那你也问我问题 你 还快点 那个 明洪啊 这个新东方啊 唱了那么多年来 已经培训了 大概数以百万 不只 千万 出国的学生就四百万 有人说 你对中国的改革开放 走出去 学习海外的文化 培养人才 做巨大的固件 有人这样说的 但有人说 你把中国的优秀人才 都弄到国外去了 你是不是一个卖国贼啊 你是卖国贼 还是英雄啊 这两个观点都有 其实呢 我当时就说 九几年的时候 因为我开大量的 优秀中国学生出国 其实我就产生了一个担忧 就是这些人出去 还能回来吗 就是我至少不希望 我把人送出去 他不回来 当时新东方 有很赚钱的移民业务 是被我最后砍掉了的 因为移民业务 就是把人移出去了 就再不回来了 所以后来 我提了一个口号 叫做 出国留学的桥梁 归国创业的彩虹 现在证明 出国这条路是对的 为什么呢 就是除了最老一代的留学生 留在国外的比较多以外 现在就是说 从90年以后 再出去的留学生 现在回到国内的 已经占到了 百分之六七十 甚至七八十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 起到了重大 所以我还是蛮自豪的 最后我这件事情 算是做对了 这样说 你把一帮人送出去学习 学成了多数回来了 对国家建设做贡献了 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之一 是 客观的事实 现在是这样 倒是有一点点差点 坚持不下去的感觉 好